夏日熱辣辣 除了吃西瓜燒暑解渴 去沙灘游下水曬下太陽都很不錯 部分公眾泳灘和游泳池星期五重開 適逢復活節長假的第一天 淺水溫泳灘一早已經人頭湧湧 不過玩玩玩 遵守防疫措施都是很重要的 這兩個美女就做得足了 曬太陽都有戴著口罩 不過有機會曬太陽 可能會有戴著口罩 又不是太害怕 因為都已經習慣了 而且每個人都幾受規劃 所以都沒有擔心 幾受規劃的意思就是 就是戴口罩 游泳的時候又真是很難戴口罩 根據政府的防疫規定 市民在泳灘除了必須要戴口罩 也都要守四人最靈 桌台上面的人 似乎就沒有保持1.5米的距離了 而在赤柱 雖然燒烤場不開放 不過沙灘也都很虛陷 都知道市民都很累 做了防疫那麼久 看到有長假期 又不能去旅行 所以都會想去一下街 如果都明知道那些地方 是很多人的 你去到都要排隊 或者都有一大堆人 其實都沒有位 可以想一下有沒有其他 一些沒有那麼多人的地方 或者逛些時間是沒有那麼多人的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 梁子超指出 外國不少的海灘都曾經爆發過感染群組 認為香港政府在長假期 開放泳灘和泳池 做法相當冒險 他又認為當局要求市民 在沙灘和泳池戴口罩 是不像實際 而且相關條文模糊 很難定義何時要戴口罩 令市民無所適從